治療不成立 台灣最有力 連體公投大戰 藍綠雙方各自較勁 民進黨發起多場公投說明會 立委姜永昌在中和訪療市民活動中心率先開獎 強調核能不能是能源轉型的項目 而且台灣未在地震帶 發展核電 帶來更多潛在危險 我們聚舔核四 不要再繼續朝鮮 不要互相傷害 不要以太美代代 和氏 同情 同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還能動嗎 好 各位親愛的鄉親 要不要再繼續 一般台灣大 永同心大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公投說明會 將有常強調 不是藍綠政黨的輸贏 而是關係到國家的前途與台海安全 選擇投下不同意票 才是對台灣最好的選擇 台灣需要好的國際關係 要跟他旁邊 當武功平 到越西頓 我們可以跟他 誰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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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民主自由合作好不好 好 經濟發展合作好不好 好 醫療衛生健康合作好不好 好 台灣安全是現在全世界在面安全 我們和平 安全 跟世界民主朋友的國家 共同合作好不好 好 將有常開講後 包括地方明代 行政院長蘇貞昌 桃園市長鄭文燦等人輪番上台 全力宣導四個不同意 才能讓台灣更好 呼籲支持者 全力支持 記者趙希淵寧 例如堅定家 綜合報導